为网页建立链接之后要经常进行检查 因为一旦出现空链接或者是链接错误的情况 会对网站的形象造成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针对那些链接数量很多的网站 在上传服务器之前必须先检查站内中所有的链接 如果发现站内中存在着不中单的链接 必须将它们修复之后才能上传到服务器 使用Dreamweaver可以快速检查站内中网页的链接 以免出现链接错误 首先让我们再将界面切换到Dreamweaver的操作界面 选择站点检查站点范围的链接菜单命令 此时会激活链接检查器 在属性面板的左上角的显示下拉列表框中 可以选择断掉的链接 外部链接和孤立的链接和孤立的文件等 比如我们这里选取孤立链接 我们选取孤立的文件选项 Dreamweaver CS5将对当前链接情况进行检查 并且将孤立的文件列表显示出来 对于有问题的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 鼠标左键 即可将其打开并进行修改